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来自山田阳次导演的《学校2》 高中毕业的游香终于明白妈妈为什么和爸爸分开 妈妈太爱面子了 在她眼里,随便上个什么大学都好 女儿只有高中学历,实在是很丢人 游香的梦想是做歌手 她准备去学音乐的专门学校学习 本以为爸爸能理解自己 谁知道,爸爸依然找理由劝说 游香很崩溃 作为一名老师 青山在教育女儿这件事上感到深深的无力 青山任职的学校是位于北海道的一间 供智障儿童入读的高中 和一般的学校相比 这里的孩子需要更多的照顾 高志和幼时外出两个小时还没回来 真让人担心,小林老师说 青山脑子里都是女儿 还没从失落的状态里恢复过来 听到此,马上整理心情 和小林去宿舍看看情况 周末值班的老师穿上告诉青山 高志说,幼时要午后红茶和零食 我给了他们一千块 应该不会跑太远 同寝室的小马是个乖乖的健身男 除了健身什么都不知道 高志是个文艺少年 他的书架摆满唱片 墙上贴着安市奈美会的海报 出去这么久还没回来 以前从来没有过 青山越想越担心 必须要出去找找 可别出什么意外 便利店老伯告诉小林 中午看到过高志和幼时 两个孩子上了去龙川的巴士 青山和小林去车站看看 与此同时 在学校的北川老师 也发布了紧急召回警报 让其他老师在学校附近寻找 周日被召回 校长完全没有脾气 翻着黄页 准备联系巴士公司询问情况 车站检票员告诉青山 中午有两个孩子来过 说是去续船 但不会买票 把售票机砸得咣当响 去续船干嘛呢 青山想不出 高志在列车上 把幼时照顾得很好 连小便都要仔细定住 不要弄湿了哦 结束了要晃一晃再穿裤子哦 看一场安市奈美会的演唱会 一直是高志的梦想 这场在续船的演出 是高志剧烈偶像最近的一次 高志和全场一起拍手欢呼 如果开心有分支 此刻绝对是满分 真头疼啊 孩子们不像预期那样成长 不好好考大学 要当歌手 无法理解 收音机里放着安市奈美会的歌 青山觉得太吵 想给关掉 小林本想给前辈 普及一下流行音乐的知识 说到安市奈美会 突然想到高志房间的海报 3月3号星期日 不就是安市奈美会的演唱会吗 青山还记得高志刚来那会儿 一句话也不说 冷漠得很 但实际上 高志智商并不低 只是遭受过校园霸凌 心理创伤难以抚平 班里九位学生 各有各的问题 不爱说话的 超爱说话的 大笑的 大哭的 各种各样 但最最令人头痛的 还是幼时 他无法控制自己 发起脾气来 打人 咬人 连妈妈都会伤害 开学那天 三位老师被折腾了够呛 小林一共是因此负伤 这样的孩子 要单独照顾才行 北川老师太瘦弱 青山老师太忙 这可怎么办 两人不由儿童 看向负伤的小林老师 高志在安静地看汽车杂志 幼时不知为何 突然爆发 撕碎高志的杂志 在走廊里狂奔 大小便试镜 高志在安静地做手工活 幼时不知为何 突然爆发 将碎母线 撒到高志头上 小林老师好容易给拉开 才发现 幼时又大变了 照顾幼时一段时间了 小林愈发觉得 这孩子的可怜 到底经历了什么 为什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同样一节算术课 每一个孩子 都要用不同的方法教 青山拿真钞票给信子 这对他最有用 高志已经写完 不用多于辅导 重度洁癖患者慧礼 注意力都在清洁上 百合没心思算术 他要考老师英语单词 重度自卑的资子 则需要狂轰烂炸式的鼓励 当然 醉醉头头呢 还是幼时 他只想喝午后红茶 五星算算术 欲求得不到满足 便即刻爆发 小林压抑着情绪跟着 幼时捣了完音乐教室 又到书法教室搞的一团糟 最后来到打音室 小林崩溃了 心态直接炸了 再也没有耐心对待他 清山能理解小林的心情 让他今天休息一下 毕竟 带着情绪上课 对这些孩子太不公平 北川老师观察过 小林对待幼时 一向是强制的 所以幼时才反抗的厉害 而清山老师不是 比如挡住幼时的去路 他只用一只手 不是强制 只善意地劝说 小林心情沉到谷底 告诉北川 我不是为了他才当老师的 更不是为了天天帮他 清理大小便才当老师的 又不是幼稚园 这更不是我来这里的初衷 北川老师反问道 大学老师才算教育吗 幼稚园老师就是夏天工作吗 我知道 在这里拿到三年经验 再到渣谎一带中学教书 坦白讲 你令我们工作更辛苦 夏天的时候 清山到学生家做家访 高智的妈妈毫无意外不在家 高智一个人在海边钓鱼消磨时间 清山跟高智倾诉了自己的烦恼 幼时的妈妈准备让幼时退学 不肯多给我一些时间 一定有什么办法了解幼时内心 我很烦恼 你可以给我一些帮助吗 高智没有回答 他依旧一言不发 但那天他似乎心情不错 教清山老师钓鱼 两人一起待到黄昏 末了还送了清山几条鱼带回家 想要了解学生内心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做文科 小胖子建议的烦恼是减肥 身体太笨重 想快快瘦下去 重度自卑的姿子 做文题目是我喜欢的人 我喜欢野子老师 他教我跳芭蕾舞 我喜欢辅马老师 像朋友 我喜欢小林老师 像哥哥 我喜欢北川老师 很美丽 我喜欢青山老师 像爸爸 北川被这个自卑女孩的善良打动 情不自禁红了眼眶 谁知道 幼史突然发作 撕碎了姿子的作文 这让姿子备受打击 崩溃大哭 大家一筹莫展之际 高智突然说话 斥责幼史 你在干什么 太吵了 安静一点 大家都在学习 你也不准说话 做回去 明白吗 明白就说是 幼史听后 乖乖坐回坐位 从那以后 高智就像变了一个人 也说话了 也参与团体活动了 最最重要的是 成为了幼史 发自内心认可的哥哥 高智的改变 也改变了幼史 他很少莫名其妙的爆发 还懂得与人分享 小林老师心里最高兴 他开始对教育这两个字 有不一样的认识了 每天睡觉之前 高智都会带幼史 去一次洗手间 幼史很听话 再也不会到走廊乱拉乱尿 校长告诉幼史妈妈 高智在幼史身上 找到自信心 幼史有改变别人的力量 是很了不起的 又是妈妈抱着高智 不停说谢谢 眼里情满泪花 二年级的第一个学期 春天 新闻社主办的作文比赛 高智的文章被悬入决赛 青山乐疯了 拿着通知书 在办公室到处炫耀 看看 看看 我们班的学生 青山在班里举行决赛预演 帮助高智克服心理压力 高智的作文题目叫 我的梦想 我的心里有一面墙 我想打破这面墙 但它太恐怖 没法打破 拿出勇气 我想用我的收音说话 但做不到 不过 我也有我想做的事 我想做的事就是货车司机 货车司机经常是一个人 不用说话 而且我也喜欢汽车 一万cc引擎的车子 立体声不放着音乐 我双手握紧方向盘 晚上在高速路上奔驰 心里的墙壁就消失了 我想和温柔的女人结婚 让为了我 而日夜操劳的妈妈 开开心心 这就是我的梦想 听到主持人念高智的名字 青山开心的简直要飞起来 拿奖回程的路上 车子里欢声笑语 高智的幸福写在脸上 红彤彤的 等到青山和小林赶到剧场 演唱会已经结束 现场只有工作人员在打扫卫生 北川老师打了电话 两个孩子荣然未归 没了线索 不知道下一步去哪里 青山和小林 只好先找个地方落脚 三年级的第二个学期 有工作能力的学生 会被推荐到工厂或事务所实习 这是离开学校 迈向社会的第一步 与其说是迈向 不如说是迈下 高智在学校是优秀学生 还拿到过作文奖 但在这间不检验的小工厂里 他连最基本的工作都十分吃力 唯一的安慰 就是听安时奈美会 看汽车杂志 梦想着看不见的梦 工厂生活让高智压力山大 就连吃药都会被同时嘲笑 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待 高智仍然硬着头皮呆下去 但尽管自己很努力在做 可还是什么都做不好 高智被逼到墙角 无路可走 连深夜的痛哭都不敢用力 没有合作性 也不和其他人沟通 甚至跟老师说谎 说他在这里被欺负 厂长执意要开除高智 不管青山老师如何恳求 都无济于事 青山告诉高智 幼石在筷子工厂工作得很好 他很努力在做 高智突然问 老师 幼石不知道自己是弱智吗 如果我像他那样笨就好了 青山历声道 不可以这样讲 幼石是人 你只是在侮辱他 高智忽然情绪失控 用头撞桌子 青山内心无比内疚 应该早点来接他走的 两个孩子生死未卜 还有心思喝酒 青山说 小林自觉不妥 便放弃了啤酒 想换衣服睡觉 青山看到幼说 如果有电话来 我们就要马上出去 穿着衣服睡觉吧 小林进来常常感到空虚 特别是陪幼石玩积木时 会想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呢 青山告诉小林 我之前在一所正常学校教书 和学生相处得很差 在办公室也被孤立 后来被师兄介绍到这里 实际上 到这里之后 我仍然有很多次想要辞职 但只要自己还在这里 就不可以把情绪推给学生 有些烦恼 不管到哪里都有 今年学生毕业后 跟女友出去旅游吧 放松放松心情 小林转过身说 分手了 和老师的离婚理由一样 我想留在这里 不去扎谎了 青山听完 很受感动 来 我们喝啤酒 庆祝你失恋 哦不对 庆祝你留下来 小林严肃地说 不行 两个孩子生死未卜 怎么能喝酒呢 努力了20分钟 小林永久睡不着 决定去游戏机中心看看 有些孩子离家出走 会在那里过夜的 高智带着幼石 来到前辈牧村工作的酒店 这是出发之前 就已经计划好的 后厨早已下班 牧村严格遵守时间安排 即便最后只剩三分钟 也绝对不会提前离开 幼石好奇雕像 伸手去摸 高智提醒 别乱摸 会勃起的 幼石掀起一看 果然 10点15分睡觉 4点起床 牧村严格遵守 作息时间 还有5分钟 我们聊天吧 实习的工厂 让高智背手打击 他想知道 酒店的人好不好 牧村淡淡地说 不是都好 而且我效率低 这没什么办法 只有忍耐 不能忍耐 是不幸的 对我们这种人来说 牧村一天最幸福的时刻 就是10点15分 师兄有女朋友吗 高智问 嗯 毕业旅行时最棒 一直和他牵着手 无论是在火车 还是飞机上 说着 牧村转过身 背对着高智 去年夏天 我打电话给他 是他爸爸接的 叫我再不要找他 真的没有办法 只有忍耐 我还是爱着他的 我每晚都会梦到他 真的没有办法 只有忍耐 凌晨4点 牧村准时来到厨房 背着口诀一样的工作流程 等了一夜都没消息 北川老师也不知道 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 校长断来早餐 没来得及吃 电话响了 高智报告了自己的位置 在牧村实行的旅馆旁边 但高智一再说明 只有幼时会回去 自己不会回学校 北川老师立刻打电话给青山 青山慌忙拿起固画 围了半天才发现是手机 于是两人荒天盲地开始找手机 青山找到了一个 围了半天没生 小林说那是电视遥控器 高智塞了钱给幼时 还写了学校地址 但毫无意外的 巴士没开十米就停了 幼时哪里都不去 只想跟着高智 高智把自己的围巾给了幼时 还剥了颗糖 安慰说 待在这里等着 会有车带你回去 但再次毫无意外的 幼时又追了上来 高智被气哭了 答应自己回去才带你出来 怎么现在反悔了 说着 高智对幼时一通乱锤 不一会儿 两人的打闹停止 盯着远处的热气球 看得出声 一辆同样载着热气球的车子经过 看到雪地上两个笨蛋 给带了走 松软的面包 最爱的午后红茶 幼时乐开了花 凌晨四点就上班的牧村 当然不知道高智去了哪里 看到老师们来找 牧村也担心起来 青山老师 还能找到吗 青山安抚着说 当然 不用担心 你也要加油 追着热气球跑了很远 大姐姐问 要上去吗 高智点头 被小世界的烦恼困惑着的高智 从空中俯瞰下去 心情极为开朗 又是没有描述开心的词 最高兴的状态就是勃起 青山和小林问到了线索 牧村旅馆附近的人 看到过两个孩子 但车子开了一会儿 仍然没见人 青山质疑道 肯定是错了 不行不能走这么远 小林也有一些晕乎 老感觉在绕路 两人心不在焉 终于一头扎进雪里 还了一阵 青山悠悠的说 幼时在上面 高智也在上面 小林心想 完了 青山老师脑子撞坏了 但仔细听时才发现 果然在上面 高智听到老师声音 远远问道 老师你们在做什么 小林气笑了 往热气球跑去 青山也想 咕咚一声掉下去 大喊 小林 借你手用一下 回到学校 高智和幼时遭到校长一腾臭骂 甚至到了拍桌子发火的地步 两个孩子出去后校长问 这样演可以吗 青山点头 不愧是校长 教训学生真有办法 高智和幼时的出走 给青山带来很多思考 特别是对于女儿 青山写信给前妻说 你我想让邮箱上大学 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成长 这是自私的 女儿不需要什么教育 我们也没资格 她需要的爱 不是美其名曰的为她好 而是和我们之间的信任关系 像朋友一样的 寄了信 青山心里从未有过的舒畅 这份开心要跟谁分享呢 自然是北川老师 不想出去喝点酒 一起吗 北川老师满怀温情 好 懂我 在一起生活了三年 经历了太多 到了分别时 总归也不舍 青山眼里 琴满泪花 为什么 为什么要分别呢 在这里多留一会儿吧 小林嘱咐孩子们 离开学校 每天又会像打仗一样 累的时候 想哭的时候 就来找我吧 一向坚强的小林 泪入余下 她踏进这所学校时 从未想过 自己会像今天这样不舍 人与人的相处 除了一份真情 还能留下什么呢 尾巴 这部1996年上映的学校二 在温情之外 依旧延续了学校一中 对学校 教育 老师 学生的探讨 这次的重点 不是探讨何为幸福 而是展现了人 作为社会角色的存在 被需要的价值 舞台设在北海道 一间护养学校 由被社会客观认为 属于多余存在的 智障儿童来展现 在黑泽民导演的 德尔苏乌扎拉那一期 我举过农村老人的例子 人的衰老并不是一个缓慢过程 相反 是一个非常短暂的瞬间 只要某天开始不再被需要 隔天就能看出老 大部分农村老人 辛苦一辈子拉扯到孩子 孩子大了外出上学 然后工作 老人呢 也并不闲着 帮儿子带孙子 不管是80岁 还是85岁 每天忙忙碌碌 接送上下学 做饭 看不出老来 一旦孙子被接走 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老屋 日子就没有盼头 也就是成归成 土归土的时候了 不被需要 也就是成为了多余者 这在片中 智障儿童的身上 展现的共伪彻底 生活无法自理 无法融入社会 始终依赖家长 需要被照顾 被关爱 从极端理性的角度看 和没有孙子带的农村老人一样 都属于多余者群体 但生而为人 不管是作为当局者还是旁观者 若心中无碍 只从极端理性考虑 就和畜生没什么两样 在德尔苏乌扎拉那一期 我举过一个教授 让妈妈洗碗的例子 有个教授 每天让80岁的母亲洗碗 这事家里谁都不能做 吃完饭就喊 妈该洗碗了 然后老太太就开始收拾碗筷 认认真正的 洗得又干净又仔细 她生活唯一的被需要 就是洗碗 只要被需要 人就不会老 教授让母亲洗碗 典型就是创造需要 米歇尔福科在《封电影文明》中举过一个例子 一位力大无比的造狂重患者 来到新的休碗院 一入院 看护就去掉了他身上的镣铐 告诉他 这里的一切 都是根据如何使每一位病人 享有最大自由 和尽可能的舒适而安排的 只要你不违反院规 或一般的道德准则 就不会受到任何强制 看护同时说明 我有强制手段 但我不愿使用 这位病人感到自己被善意对待 承诺克制自己 虽然有时会发作 但心里记住看护的话 很快就能恢复瓶颈 四个月后 完全康复 离开了休碗院 新的休碗院 没有通过强制手段制服病人 而是标出一个受到赞扬的 简单责任范围 也就是说通过信任 责任等道德手段 制造出善意和友好的氛围 病人在这里不是多余的 是参与建立善意和友好氛围的一员 是被信任的 被需要的 当然 福克也指出 通过这种软手段 使病人恢复理性的方法 是建立在 重认自己的客体地位 意识到自己的罪过 病人就会恢复对自我的意识 成为一个自由而有负责的主体 进一步说 病人通过把自己 变成他者的客体对象 从而恢复自己的自由 我觉得这点 对客观上的正常人依然适用 只是没有一个看护实体存在而已 刻意标定出一个 受到赞扬的简单责任范围 类似片中青山做家访时问高志 幼时的问题好麻烦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就是典型的制造被需要 与此同时 青山给学生们制造出的被需要 在慢慢改变着孩子们 孩子们一点一滴的改变 又再反过来将被需要 施加到青山身上 将他从过去的失败经历里 拯救出来 不断坚定自己 作为一个教育者的价值 不管什么年纪 只要被需要 人就不无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